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 當我們在揉面或者使用攪拌勾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主要的拉桿壁做定位 當我們的麵團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要將我們的拉桿往右側 讓它拉回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整到我們要的角度 那我們的控制鈕這個地方可以鎖緊 鎖緊之後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控制臂停在我們要的角度 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空隙 這個地方我們麵團如果比較大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做使用 那我們的揉面器它最大的功用就在於 當我們放鬆控制器 它在揉面的時候當我們麵團通過 它會有一個彈力 它會有一個彈力 這時候我們可以達到揉面壓面 揉面與壓面的作用